今天我要分享 郝管家的财务十诫 第一诫就是让神居首位 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纬 就是摩西的第一诫 请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你一定要知道神是第一 God first 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 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说 你起来往西顿的撒勒法去 住在那里 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于是以利亚起来往撒勒法去了 她来到城门口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剪裁 以利亚呼叫她说 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 她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又叫她说 请你也给我拿点饼来 她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我没有饼 缸里只有一把面粉 瓶里只有一点油 你看我正在剪两根柴 然后回去为自己和儿子做饼 我们吃完了就等死 以利亚对她说 不要惧怕 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 不过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拿出来给我 然后才为你自己和儿子做饼 她说 不过要怎么样 先为我做一个饼 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让神来居首位 第十四节 我们再来读 请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钢里的面粉必不会用完 瓶里的油绝不会短缺 只等到耶和华降雨 在地面上的日子 我告诉你 当这个寡妇 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神就超赞地供应她 跟她的儿子 你知道很多人以为 神叫以利亚去找那个寡妇 是为了要让她来供应以利亚的需要 可是其实是完全相反 神打发先知以利亚 去到那个寡妇那里 是因为神要亲自供应 那个寡妇的需要 你要知道 这个寡妇跟她的孩子 只剩下最后一餐了 而且你知道吗 神还知道 她的儿子已经生了重病 就快要死了 所以神就给了这个寡妇一个机会 让她可以做出一个选择 好叫她的儿子 可以从死里复活 你一定要知道 蒙福所讲的 不只是你个人的财务而已 他讲到的是你家庭的平安跟心胜 我告诉你 你的家里面 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 不管他是生病 成瘾 或是发生意外 整个家庭都会经历到失序 而受到亏损 财务的第二届是 不要崇拜物质的东西 出来集第二十章 第四节讲到第二届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不可谓自己做偶像 偶像是什么 偶像就是任何你用来取代神的东西 就是偶像 譬如说 神是你安慰的源头 但是你却想从买包包 衣服 鞋子当中得到 或者是 神是你喜乐跟满足 但是你却想要从买最新的3C产品的当中 得到满足跟喜乐 然后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过买东西 很后悔的 有吗 可以举一下手 你有没有买过东西很后悔的 其他人都没有 你们这么有智慧 感谢主 听好 如果神是主人的话 然后我们是管理者的话 你要买什么重要的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买菜买卫生纸这种东西 你要买什么重要的东西 请问你会祷告 问真正的主人 真正的拥有者吗 还是你想要买的东西 已经大过了神 跟祂的神音 以至于你都是非买不可 你是非买不可 这样的弟兄姐妹 不要崇拜这些物质的东西 因为只有神 配得我们的敬拜 Amen 第三届 不可以自私的 不要自私的用神的名 出埃及第20章第7节 我们来看这摩西的第三届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让我告诉你 一个自负 骄傲跟自私的人 就很有可能会滥用神的名 我要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曾经自私的奉耶稣的名 来求物质的东西 而不是属灵的事 或者是你有没有听过 别人有这样做的 不要误会光哥的意思 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们不能够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耶稣也教导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甚至为你所渴望的祷告 也没有什么不行 然而我要告诉你 一旦你的心 跨入了自私 自负 炫耀 臭屁的那条线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健身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想到这个健身 想要跟你们分享 我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大我一届 很漂亮的学姐 她花钱如流水 因为家里面会无限的供应她钱 然后她男朋友也很有钱 所以她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知道我从大一的时候 就跟神祷告 希望她能够跟我在一起 我是不知道还有什么 比望称神的名 我不知道什么比这个还更望求的 可是但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可是我从大一开始 大二都在祷告 到了大三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突然来找我 我们虽然没有交往 但是就是因为她有男朋友 但是那个时候 我生命还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天天混在一起 我学姐就像是我跨入 名牌世界的老师 她把我推进到崇拜名牌 跟好东西的坑中 当时呢 我为我穿戴名牌 懂这些东西 身边有漂亮的学姐 臭屁骄傲到不行 却不知道 惨的是供应 我在美国读书的爸爸妈妈 我的自私呢 负面地影响了我的价值观 光哥是到三十岁之后 才慢慢地脱离负债的生活 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感动 我要跟你分享这个东西 是因为 神要告诉我们当中某些的人 如果你在这样子 类似的关系的里面 神渴望你可以觉醒过来 在这种不对的关系当中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影响你的价值观 特别是怎么样去管理 你的财务跟钱财 第四节 就是成为好管家 出埃及语第二十章 第八节到第十节 就讲到了这个 我们来看摩西的第四节是什么 我们来读 行 要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工作 但第七日是耶和华 你的神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你的仆悲和牲畜 以及住在你城里的聚集者 不可做任何的工 你会问说 这个要守安息日 跟好管家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让我告诉你 就是神要我们 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时间 跟我们的经历 我再说一次 为什么好管家 跟守安息日有关呢 是因为神要我们 好好的管理 我们的时间跟精力 你知道吗 自从光哥领受 周一要休息 不工作之后 我其他六天 都安排得非常的充实 你知道工作六天 意思是说 五天上班 我们大部分人 是五天上班 然后一天可以处理 我们家里面的事情 处理家务 然后我们休息一天 是相信神会祝福你 工作六天 远超过你 工作七天都不休息 这就是好的管理 你知道吗 要将一天分别为圣 你可以来聚会 你可以参与服事 你必须要在 其他的天的当中 做好时间的管理吗 我们一起来读 以赛亚书第58章 第13节到14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因安息日的缘故 你若转离你的脚步 在我的圣日 不做你喜欢做的 你若称安息日 为可喜乐的 成耶和华的圣日 为可尊重的 你若尊重这日 不做自己的事 不寻求自己所喜悦的 或不说无谓的话 你就必以耶和华为乐 我要使你 成价地的高处 用你足雅各的产业 喂养你 这是耶和华 亲口说的 请问这不是 超越蒙福 是什么呢 第五个最后一点了 OK 就是你要教导你的孩子 出埃及第20章12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要孝敬父母 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 赐给你的地上 得享长寿 你的孩子认识神 爱神 他们对金钱 有正确的认知 不是儿童事工的责任 是父母的责任 让我告诉你 你的孩子会看 你是怎么样讲神 怎么样讲钱的 甚至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能正不知不觉的 在教导我们的孩子 要高举金钱 要轻看藐视神 亲爱的父母们 我要告诉你 学业很重要 升学业很重要 但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跟神相比 真言书第三篇 第五节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不要用你自己的聪明 来带领你的孩子 而且要把你的孩子 带到神的面前 神说我会亲自 带领他的道路 带领他的道路 带领他的道路